哈囉,大家好,我是Dev 我是Ali 今天我們來聊聊孫家兄弟 那孫家兄弟呢,是Netflix最近上映的一部新的影集 他的故事就是在描述有一個黑幫的老大,他被暗殺了 於是他就派出了他的大兒子,名叫孫國維 去洛杉磯保護他的媽媽還有他的弟弟 那他的弟弟叫做孫國林 他本身是完全不知道家裡原來是黑幫 那除了要保護媽媽還有弟弟呢 這個哥哥還有一個任務就是他要找出暗殺他們家的這個秘密組織 那在裡面飾演媽媽的這個演員呢 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楊子雄 哥哥則是錢玉陽,弟弟是李松浦 那爸爸我們可能台灣人也比較熟悉,就是叩世訊 當初呢,其實是Dev他邀請我去看這一部影集 因為我自己本身對於這部影集就還好 那當初你為什麼會想要逼我去看 不是啦,逼我 就是邀請我去看這部影集 其實就是逼啦 因為我講了兩三次之後他才跑去看 其實我最開始會看這部影集 是因為他描述的故事背景是在講台灣的黑幫 我很想要看一下說 美國人眼中的台灣到底長什麼樣子 再加上說我在網路上有看到網友在分享說 他有在陶珠影園裡面 就是全信義區最貴的那個豪宅裡面拍 信義哥吉拉 對,信義哥吉拉 所以我就在想他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就想要窺探他的秘密到底是什麼 讓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是一部非常厲害的動作片 因為一開始我預期的是可能像是荒唐分局這種喜劇 我沒有想到說他竟然是一部還蠻屌的動作片 看完第一集的時候就馬上Light Dab 然後就跟他說難怪你會喜歡這一部 因為這一部完全就是華人版的Drumwick 對,我覺得他裡面很多的動作戲跟Drumwick很類似就是 可能他不需要像是好萊塢常看到的動作片 為了掩蓋他動作武術的那些俗師 他會常常用一些晃動鏡頭或者是Curina 對對對,你就會看到畫面晃得很嚴重 你根本不知道他怎麼打的 或者是他會讓畫面特別黑 都沒有,這部影集就是讓你在一個很明亮的地方 然後可以讓你看到兩個在對打幾乎是半身或者全身的樣子 然後再加上說這部片裡面也有很多殺手或是黑幫老大 然後每一個黑幫老大或殺手出來的時候都是穿著非常的獨特 然後每個人各有特色 很像John Wick裡面他會一個一個介紹裡面各個殺手 所以就讓我感覺有John Wick的即時感 但我覺得這部戲的舞蹈我覺得有一個蠻可惜的點 就是楊子瓊沒有出來打架 哦,對,其實這我覺得很好玩 他其實常常在劇集裡面安排好幾個部分是賣關子 給我們一些可能楊子瓊要準備跟敵人對打的那些準備動作 對,然後結果他都給你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 像是他可能跑去探索一個暗殺人的家裡 探索到一半的時候,有一個壞人進來 然後當他一對一的時候,我們以為他要打起來的時候 那氣場都來了 對,氣場都來了的時候,結果 嘮啊 結果以後就像是直接在那邊尖叫 沒錯 然後那個黑幫傻眼,觀眾也傻眼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幹 你不是要打他嗎 只有看到一場他打鬥的戲 而且那場打鬥也沒有說特別的爽,特別的精彩 好像沒有給他一個很漂亮的亮相 就會讓我覺得說啊 好想要看它真的就是 就是发威一下 对对对没错 认真说起来我觉得 这部影集就是 美国人所看的台湾文化 跟我们所认识的台湾文化 应该还是有一些差异 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 它在描述的台湾文化 我觉得它里面的场景挑的 让我很印象深刻 像是有一个叫做 第一海鲜餐厅 我听到那时候快笑死了 为什么啊 就是它那时候在讲说 整个什么什么区的第一海鲜餐厅 然后他们就好像不知道 是什么哪一间第一海鲜餐厅 然后说没有那间店的名字 就叫第一海鲜餐厅 我就想说台湾也蛮多 就是餐厅会取这种 有点莫名其妙的名称 什么第一中餐厅之类的 对好像有很多类似的 那好像就是亚洲的取名的这种文化 有点松歌舞啦的感觉 对没错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叫高尔夫球练习场 我后来去回想我之前看过的一些欧美片 就发现说对好像很少电影或是影集里面是在高尔夫球练习场取景 对你这样一讲通常欧美都是直接在草地上打球 对啊就直接在高尔夫球场 但我们会在高尔夫球练习场 为什么啊这是什么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能场地太小吧 就是香港对台湾都很小啊 也是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些像什么桑拿馆啊 或是那个麻将堵桌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麻将馆里面呢 有一个我觉得很不太道地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戳破麻将洗麻将的时候太小声了吧 那不然你应该在这里安排一个桥段是他们在戳麻将很大声 然后他们讲话都要放大一点 对没错就是戳麻将洗麻将的时候 通常那个牌超级大声 然后大家都互相吼对方 但我觉得他这里有个东西做的很屌 就是他把这个麻将的这个房间视为一个情报网 火宝妈妈很爱八卦那种 把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很厉害 想一想就觉得说 确实来说那就是有点像一个情报网 没错那我自己的话其实印象最深刻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他说台湾黑帮有分好几个派别 那时候就提到台湾的好几个地方 基隆 彰化那些地方 我觉得这就有一种熟悉感 其实你听到国外的人在讲台湾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第一次看美剧里面看到 我就觉得很有趣 很新鲜 那第二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点就是在 我记得第七集还是第六集的时候 杨子雄来到台湾 然后在那个时候 他有大概五分钟的画面还是三分钟的画面 在拍杨子雄到底走过哪些地方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在于说 原来从美剧去拍一个台湾 在去介绍台湾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会这样拍 对他来说 真正有特色的地方在这些地方 像是101夜市 有些小街小巷 然后他有拍出一个台湾人很喜欢的一个文化 就是送礼文化 而且你有发现他送的礼很特别吗 他是去Costco这样扫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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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讲完没有联想起来 对对我就想说奇怪 他为什么突然要去Costco买东西 就还发现说他那些少的货 都是在Costco买的 我觉得这也算是台湾人的一个文化啦 就是出国一定要买当地的 最Local的那个超市的东西买回来 那我还要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 男主角钱玉洋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华裔 就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亚洲人 但结果我查一查资料之后才发现说 他其实是台湾人 他是在台湾出生 然后后来到香港住 然后才到国外去念书 他的爷爷 还是我们的前外交部长 前副 然后我就觉得说 原来他是一个跟台湾真的有关系 因为我会去在意这个的一个点 在于我们在剧里面 其实很常听到他的讲中文 但是里面就带有一种很特别的口音 我觉得不完全是ABC的口音 有一点香港腔的感觉 看他的采访之后他就有说到 其实他也是后来可能长大之后 才学了中文这个东西 一直一直不断地在减少 自己在口音上面的这个部分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我后来有去看 钱玉洋的一些访谈 然后我发现说他访谈的时候 然后比较像台湾腔 有吗 对 感觉是台湾人 但就是有一点腔调 但我觉得这部片里面 确实有很多时候会让我感觉 他是用ABC的角度来去看台湾 而不是真的以台湾人的角度 就徒生徒长 从来没有出国过的台湾人的角度 来去看台湾 他虽然带入这些台湾的元素 我觉得非常棒非常好 也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 但是会让我觉得 这些东西跟我日常生活中的那种体验 还是有一点距离感 相对来说 可能前阵子的美国女孩 或者是另外一部 可能比较不有名是幸福路上 有一些东西方融合的一些元素 来去看台湾的时候 我会觉得美国女孩跟幸福路上里面 带到一些台湾元素 会让我觉得说 真的 我生活中真的有出现过这些东西 这好像是我的生活 可是美国女孩的导演是算台湾人 她是台湾人吗 幸福路上的话也是台湾人吗 是但是像美国女孩她在讲的就是 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回来台湾 幸福路上也是 她也是算土生土长台湾人 后来到国外有一些东西文化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 因为孙家兄弟 她的这个导演 本身就是一个美国人 要像是幸福路上 或者像是美国女孩这样子 很难啦 就是视角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导演本身就台湾 他当然知道怎么拍出 可能台湾的感觉 如果有第二季的话 我会希望可以更 更local 对 那我看了就会觉得 哇 真的真的 我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喜剧这个点呢 是我当初开始喜欢看这部片的一个原因 因为其实它第一集的那个喜剧成分不是很重 大部分都是在交代一些背景故事 那我真的开始喜欢这部影集 是从第二集开始 在第二集的时候 这个哥哥跟弟弟 来了一段小小的公路旅程 嗯 然后在这个公路旅程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兄弟姐妹之间那种 小打小闹 互相斗嘴的 那个很好笑的感觉 然后就是从这边的时候 就开始让我觉得说 天啊 我跟我妹也是这样子 一路这样闹过来的 然后就让我觉得 我可以在他们两个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对 我觉得 她这整部剧里面描述最好 就是他们两个的兄弟情 难怪这部影集叫做 孙家兄弟 孙家兄弟 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 你一定就会想到你自己跟你的兄弟姐妹在相处的过程 一定都会吵吵闹闹闹的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即使他们平常在吵在闹 到了关键时刻需要对付外人的时候 他们还会团结在一起 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我小时候的时候有一次跟我两个表哥 大表哥跟二表哥 他们两个是亲兄弟 一起去游泳 游完游泳之后他们两个就 我忘记因为什么原因在吵架了 然后他们吵一吵之后就准备要打起来了 大表哥呢准备要去动手打二表哥 之后他就把二表哥直接架在那个 人家的那个橱窗上面 这时候这个橱窗这个服饰店的旁边呢 就有一个小小的卤味摊 然后的卤味摊有个老板娘 这时候看到他们两个兄弟娘准备要打起来了 他就立刻要跑去制止他们 就跟那个大表哥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你的弟弟 你怎么可以欺负兵姨小的人 这时候呢我大表哥他也没有松掉 他就立刻在回家那个老板娘 这是我家的家务事 我在管我弟干你什么事情 这时候呢我在旁边看了其实是 已经很惊吓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 最让我shock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正当那老板娘跟我大表哥 正在吵架的时候呢 我二表哥也加入战局了 但是呢他并不是帮老板娘骂大表哥 他是帮大表哥骂老板娘 跟他讲说 我们家吵架干你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当下我看到的时候 我完全超乎了我的那个理解范围 然后从此之后 我其实就对于兄弟情这个东西 觉得有一种很微妙的一种魔法 一种法术 为什么一对兄弟 他们平常在怎么吵 但是如果今天遇到了外人的时候 他们还是可以团结在一起 相爱相杀嘛 对就是完全相爱相杀 其实这就是我在这部剧里面看到的一个 兄弟情 就让我想到哪个 我就觉得哇 这东西很有趣 我自己也觉得这段兄弟情 是我很喜欢这部剧的一个原因 里面有时候 其实我们在看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 干好幼稚哦 都两个大男人了 都可以吵得那么幼稚 但是又会觉得说 哇 兄弟姐妹就是这样啊 对就是无论你多大了 即使你今天七八十岁了 我们还是会像两个小孩子一样 这样互打互闹 对 这可能是我整部剧里面最喜欢的原因 也是吸引我继续看下去的一个原因 尤其是他们两兄弟的性格还有出生背景又天差地别 然后我就觉得说 即使是这么不一样的两个人 他们之间还有那种咸浓于水的情感 我们就觉得还蛮感动的 真的真的真的 但是呢 在这部剧里面 其实国伟也有一直讲到一句话 就是保护家人 其实不只是国伟啦 他妈妈还有他爸爸 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对于哥哥国伟来说呢 他的观念里面 就是保护家人 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使命 这也是爸爸还有妈妈 不断灌输他的一个观念 对 但是在弟弟身上 我们却看不到这一个点 因为他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是 你好好读书以后当个医生 那我觉得他这边想要带出的一个想法 就是现在其实蛮多人 都在强调说 东西方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在于说 东方人其实常常在做决定 或者是在想事情的时候 都会以家人为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但是呢 西方人好像比较没有这样的特质 那你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会 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 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受到这个影响 就像是我们可能要考大学的时候 我们来填科系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 我们到底要填什么科系 这时候家人一定会给你一些意见 而我们都会去参考这些家人的意见 对 就有点像影集里面这个国灵嘛 弟弟 他从小到来就是被灌输说 你以后要成为医生 那其实他心里面的梦想是 他希望成为一个 极性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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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特别要强调极性 对 那其实我觉得反过来说 在哥哥身上也有看到这个点 哥哥他其实他的兴趣是碰仁 但是他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 他要成为这个黑帮的打手 以后要继承这个家业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东方人其实很注重家庭伦理 家庭的这个观念 但是西方人比较还好 对 我在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前 我从来不觉得说我有这样 我从来不觉得说我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家庭 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以为自己是比较偏向 不会为了家庭去思考的 但直到我开始做这个相关的功课 就在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时候 我查到一个最能代表这个差异的理论 就是在讲集体主义跟个人主义 其实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 至少我查到的是这样 其实东方的国家比较注重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讲的就是 你会把一个团体的利益 置身于你个人的利益之前 你会认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都必须优先考量团体利益 那个人利益就是反之嘛 你会把自己的感受 自己想要的放在最前面 再来才会是可能团体 社会家庭 但其实呢 不会有人是完全的集体主义 或者是个人主义 通常会属于这个光谱上的某一个平衡点 然后我就在研究研究的过程中 才发现 感觉来我是一个非常集体主义的人 然后你刚才是不是说 你自己是一个比较偏向个人主义的人 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是比较偏向个人主义 OK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几道题目 也顺便分享给在看影片的朋友们 可以给你们去思考一下 到底这些题目你会有什么样的答案 然后我最后会解答说 这些答案分别代表是集体主义的人 还是个人主义的人 那第一个题目呢 就是当下班时间到的时候 你会直接走人 还是会等到周围有人走了之后 你才走 我觉得我会等有人走的时候再走 因为我在公司 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算是晚辈 然后可能我进去也是最菜的 所以我会等旁边的前辈走再走 但如果今天我是前辈 我就会直接走人 OK 那第二个题目呢 是假如今天你的家人生病了 你要跟你的老板请假 你会怎么跟他说 就跟他说 我家人生病我要陪他 OK 那第三个题目呢 就是如果在很冷的冬天里面 你看到有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出门 但是这个小孩呢 他只有穿着一件很薄很薄的 一件短袖 然后他全身正在发动 这时候你看到了 你会怎么做 我应该什么都不会做 我会一直看着他 就是要不要处理他的小孩 但是你不会去做任何动作 对 OK 假如今天呢 你在路上呢 后来又看到有一个人 有一个妇人他正在被抢劫 那你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帮他报警 OK 帮他报警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现在正坐在飞机上 那这时候呢 旁边有个三岁四岁的小孩 坐在你旁边 他正在哭闹 你觉得这会是谁的问题 他爸爸妈妈 好 这一三五个题目 我来公布答案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下班时间到的时候 你会直接走人 这是比较偏向个人主义 因为呢 如果你会看到周围有人走人才走 就代表说你会认为 你们这整个上班环境 你的前辈 你的后辈 这些人呢 都是属于你的team 所以你会思考他们的想法 然后才会去做出决定 等于说你会把团体的利益 视为你个人利益前面 第二个呢 假如你的家人生病的话 你会怎么跟你的老板请假 我是在网络上看到 他说如果今天是法国人 他今天要跟老板请假的时候 他会直接跟老板讲说 他要请假 但他并不会跟老板讲说 是因为他的家人生病了 所以请假 因为这个人呢 他会觉得这是他的私事 他觉得这跟老板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跟老板讲 确实来说 因为我以前是读法文系 然后我在请假的时候 老师不太会问你说为什么 就是你只要写请假就好 对 干嘛要告诉我 对老板来讲 或对你的老师来说 可能这是你的事情 跟他没有关系 这就比较偏向个人主义 但如果你今天 在请假的时候 你会选择跟你的老板讲 或者你感受到你的老板 我就问你这些事情 就代表 你的老板或者是你是比较偏向是集体主义的人 那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假如你现在一个很冷的冬天里面 看到小孩穿着薄薄的软袖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人眼旁观 那会代表说你是一个比较个人主义的人 因为你会觉得这东西跟你没有关系 那如果你在路上呢 看到有富人被抢劫的话 这时候如果你选择报警 就代表你是比较偏向集体主义的人 因为呢 你会觉得这个老奶奶 他被抢劫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在飞机上面 有个三四岁的小孩在你旁边吵闹 如果你觉得这是他爸爸妈妈的问题 这其实就也是比较偏向集体主义 因为集体主义的这个价值观 才会认为说 父母需要养育子女 或者子女需要去养育父母的这样的想法 那这样我超级集体主义 你这样的话五题里面大概有 四题啊 四题都是集体主义 但其实你知道那个小女孩那个 我刚刚没有补充一点 就是我看我会看着她 但是我会用谴责的眼神看着她 你为什么不给你小孩圈衣服 你也是看在他妈妈身上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是会认为说 妈妈需要照顾小孩 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蛮明显的 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这个答案就是 这个是个人主义 这个是集体主义 但是我会就是想说 如果真的我遇到这件事情 我到底会怎么选择 其实我没办法 我也被良心说我会选另外一个 对 这其实大家自己凭良心讲 或者老实说 都会知道说 我们是比较偏向集体主义的人 就像我刚刚这几道题目 其实看得出来 你如果这时候都是选择 人眼旁观的话 其实听下来就很像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对啊 在台湾的社会应该就是会 被认为是反社会人格 或者是 对会被抨击啦 人血杀手 对就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看眼睁睁看着她这样受苦 那其实在第一期的结尾呢 也有个片尾彩蛋 那那个片尾彩蛋呢 应该就是暗示了我们 之后会有第二季 嗯 那艾莉你自己会期待第二季吗 你会追吗 应该是会啦 对我觉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带有喜剧成分的一个影迹 那我本身就很喜欢喜剧嘛 对 所以我应该会追 而且我想要看样子穷大家 哦对 我觉得第二季她要打的机遇应该很大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觉得我在看国为跟那个检察官 那个女生之间的爱情的时候 有让我感觉有点 以前台湾会拍的那种偶像剧 男主角通常都是一个小混混 女主角就是一个怪学生或者是一个好人正向的 但是这个小混混她的六块鸡很明显 对 而且她真的漏很多欸 对啊 就是能漏就漏欸 完全不长 我觉得很棒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我想看的其中一个原因 好OK 我自己的话也会期待第二季啊 但我觉得我喜欢这部剧 比起动作戏 我更喜欢的是国磷的表现 我觉得她很像是这整个黑帮里面的局外人 所以她就常常会提供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就像是她怎么样去拯救她妈 带了一对阿姨去拯救她妈 一般我们所想的都会是 你一定要去绕人去打他们 然后绕人去杀一波 但她没有 她用了一个很安全 而且完全是意料之外的选择 然后还有后半段 要选择要杀她爸 还是要拱住她爸 结果她最后竟然做了一个非常妙的招数 然后让她爸可以自己去自首 就是她常常做出这些出乎意料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近几年很少看到这种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惊喜 很久没有看到一种让我们惊喜的答案 所以我就会让我很期待 果磷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而且她这个惊喜通常都蛮好笑的 对 又跟她的人设很符合 所以我应该蛮期待第二季的 而且我希望她在第二季 可以让这些台湾的文化更local 甚至更多的场景出现在台湾 好那以上呢 是关于今天的孙家兄弟 你对于国伟或国灵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或者是你对于杨子琼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喔 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欢迎在底下按赞留言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